孝杰 敖犬跟小杰 敖犬與小杰是平時表現 在棒棒的一最優異的人物 不管是外型或是露營 從來沒有缺席過 所以平時成績分居一二名 所以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他們的表演吧 我孝杰 Andy哥 藍波老師 寶恩老師 唐朱豪 各位學姐好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杰 我是敖犬 今天我們要表演的是 一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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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 五 五 五 六 五 五 抽一 天啊 這個表演簡直是在玩命啊 如此專業級的演出 果然是咱們平時成績 最好的兩個人 大家趕快給他掌聲鼓勵鼓勵囉 郭忠祐老師先講 因為這是他的專業啊 也對 對... 謝謝各位 好 我們現在請藍波老師 秀這一段什麼叫做霹靂舞 來 我真的覺得這次相當的厲害 真的嗎 我們坐在座的時候 下次如果說肯尼姬來的時候 我會叫你出去 好 我們一定不要隨便陷害 好不好 年紀到了一個程度 你千萬不要好不好 對 我們還是廣節善緣 對 廣節善緣 對不對 真的啦 對 我怕下次出去 下次就說 他這樣都可以當鼻子 好 OK 那我覺得基本上他們 我覺得有趣是在一個默契 我覺得看到的霹靂舞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特別的 然後他們還有戲劇 然後其實他們兩個的默契也相當好 而且我比較有覺得 他們對我 我覺得比較有興趣的地方 是在他們的團體的一些動作上 因為有些人在做這種霹靂的時候 他就死命座 死命座我就覺得 Oh my God 這在幹嘛 就很厲害 可是他們來講 很有趣 你會 他就變成一個表演了 我覺得這也是他們兩個很棒的地方 但是最後那一個真的是太驚險了 那個後風班已經快砸地了 我們所有裁判可以離開座 離開座 還是要安全為敵優勢 來 補作一次嗎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不然我們先走 你要早上錄 你再再補作 沒有 藍波老師 讓他補一次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之前錄的 其實他們單獨秀 他們都可以跳得很好 真的喔 所以 可以嗎 絕對不夠好 穿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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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厲害喔 好險小潔 你們我記得台北爭選會 你們倆是分開跳 但所有人都知道你們倆是好朋友 因為你們的穿著打扮是一模一樣 但你們兩個都一起入選 在這競爭當中 而且你們彼此這樣相互鼓勵 我覺得其實 很難的 對 然後這一次的舞蹈 我又傻眼了 就比上次跳得更好 不錯喔 讓Andy哥看到你們一直在進步的表演 這就是幫幫糖拿海藥的精神 要繼續保持下去喔